This is a song born in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Chinese people It begins, She Lai 各位,何來我現在為大家主持北望神咒了 先來講一下新階級 沒錯,新的階級 我在70年代讀大學時,接第一次知道 有個南斯拉夫共產黨高層人物叫做吉拉斯 1957年出了一本書 書名就叫做新階級 主題就說共產黨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新階級 當時就覺得很新奇 共產黨就最擅長搞階級鬥爭 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 鬥爭就其樂無窮 哪有搞到連自己都淪為一個新階級 那豈不是自己鬥自己? 即是左手和右手去鬥餐飽 這位出生於1911年的吉拉斯 畢業於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大學 主守文學和法律 1932年加入了南斯拉夫共產黨 1933年大學畢業,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到1938年他27歲就成為南共中央委員 開始上位 1953年開始 第二,拉斯和南共領袖鐵托政見分歧 第二年他被南共聯盟開除中央委員會 1955年1月他受審 判監18個月但換刑執行 到1956年他在國外發表支持匈牙利事變的聲明 再次受審,這次判三年監 到了1957年他本名著《新階級》就在國外出版 這位死於1995年的吉拉斯 一生著述很豐富 包括吉拉斯政治論文集 與斯泰林的談話和《不完美的社會》等等 《不完美的社會》我也有看 吉拉斯親眼看到共產主義世界 不是他自己夢想中的理想社會 反思共產主義制度的性質 就是因為他大膽批判共產黨 自我墮落變成新階級 他就被共產主義世界視為異端 從歷史的遞造者就變成了一個批判者 新階級是指一個革命政治力量的異化過程 在吉拉斯眼中 共產主義革命不能實現任何一種標榜為革命的推動力量的理想 可視共產主義革命 卻為歐亞兩州廣闊的地區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工業文明 吉拉斯還發現 在這個工業化和消滅其他階級的過程中 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得以形成 並不斷地將自己的利益膨脹 吉拉斯以蘇聯為例 新階級控制了蘇共 再通過蘇共又控制國家機器 從而達到維護統治目的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之後 無產階級專政就變成共產黨一黨專政 軍隊就變成黨的軍隊 政府就變成黨的政府 國家變成黨的國家 政府政府黨和國家的三位一體 並在實際上掌握全國財產的事實 使共產黨的國家自行腐敗 而且必然產生特權與寄生作用 吉拉斯更加明言 黨製造了這個階級 但是這個階級靠黨長成並利用黨為基礎 這個階級越來越強 越黨越來越弱 這是每一個執政的共產黨 無可逃避的命運 他在書中是這樣分析 在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官僚上面 通常有選任的政治主人 或者公司老闆 而在共產黨人之上 既無主人 亦無老闆 何林某講到這裡 想和各位指出 共產黨說自己打倒了剝削階級 可是因為擁有權病後 從來不受有力制衡 那麼一些掌大權的共產黨人 就侵蝕了革命先烈的初心 再利用無邊無際的黨力 壯大一己實力 以謀私利永續權勢 如果這些人變成了野心家 便很容易便騎劫整個國家 那還可以說什麼 滿懷著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憧憬 並為之奮鬥終身呢? 為了強化9000萬黨員對習近平領導核心的忠誠度 中共近日修改了黨內法規 以其巩固紅色傳統不變色 現在先去看看 和70年前見證初期相比 中共的規模都越來越大 直到去年年底 中共已有9000多萬的黨員 人越多 規矩都越多 中共中央近日再次修訂了黨內法規 新加了一條 要維護黨內核心地位的規矩 要求黨員堅決維護總書記習近平 中共中央近日一年發佈 三部經過修訂或新制定試行的黨內法規 並且發通知要求以條例為基本遵循 做好黨內法規制定工作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其中新修訂的黨內法規制定條例 加入了維護黨的核心地位的規條 要求黨員堅決維護以習近平總書記 為黨中央的核心地位 以及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條例亦都增加了黨的權限 說經過黨中央批准 有關中央國家機關部門的黨委 可以就特定的事項制定黨內法規 回應實踐要求和各方面的關切 中共中央辦公廳說 修訂黨內法規目的是要加強黨內的監督 明確規定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的 執行黨規的責任 對於監督巧合、責任追究等提出要求 有評論員擔心 隨著這些黨內法規法章的完善 它會逐步替代國家憲法 擴張黨國體制 當我們談中國的憲法 實際上大部分條款是處於沉稅狀態下 或者說並沒有建立有效的核心性審查 也就是通常我們所說的司法審查機制的情況下 圍繞著這麼一個黨的憲法 在中國的司法和政治制度之外 在單獨的運行 形成一個所謂的以法治黨 以這些黨內的法規來管理國家 管理政治的這麼一個平行體系 現在是越來越完善 吳強又說中央強調以法治黨 但另一方面 習近平在近日中央黨校裡面的談話 又提到偉大鬥爭 表示這兩種的力量有衝突 黨員可能為了政治動員 以不顧法律要求 從新聞報導中可以看到 中共改黨規都是志在強化黨的家規 總體精神是從嚴治黨以法治黨 不過怎麼說執嚴家規也好 今次就在黨規裡加入了黨員 必須維護黨核心的要求 也就是要維護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 大家都知道黨國體制 就是講現在大陸以黨領國 黨大於國的不健全制度 尤其指中共自從推崇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 黨治凌駕國法的情形 就經常發生 好像中共要求在中國經營的外資公司 都要在這項企業內部設立黨委制度 就屬於黨治力量不斷膨脹的現象 現在修改黨規的做法 你知在這種疫情被人看到 中共是想將黨的影響力擴大化 在黨和國這個平衡體制裏面 不斷強化黨的實力 甚至搞出雙頭馬居 最終變成強黨但弱國的局面 這裡的國當然是指政府系統 正因為黨的力量不斷上升 一方面禁止其他不同思想 另一方面又將自己的思想 無斷地強加於人 就使人擔心 在缺乏傳媒制衡 又沒有言論自由 再加上不存在有效的反對黨 遲早出現納粹德國那種納粹黨 莫空一切 蓋世太保橫行 橫掃所有國規無視法治的極權政府 再加上紅二代、官二代、軍二代等等 以及各式暴發戶的利益生態圈 壟斷了全國的正經權力 決策都只是向有權勢者傾斜 這樣在絕對權力下就出現絕對腐法 已經不是一個可能 而是殘酷而嚴峻的實況 可操控國家機器的權力 簡稱政權 假如長久都集中 在全國九千萬中共黨員的手上去舞弄 但又沒有開放定期民主 而透明的公平選舉 這樣跟拉斯所說的新階級 又再由中共實現了 所以說中國大陸不推行政治上輪流楚莊 而這個革命完成70年都還不去推行全國普選 不將選員以能的權力交給人民 即是剝奪人民作為持份者的應有權益 實質是助長寡頭政治的惡質管理文化 即是容許少數人分享 本來屬於大多數人的權益 那些權貴資本主義 又叫做裙帶資本主義 英語叫做Chronic Capitalism 又稱官僚資本主義 憑黨資本主義 自己有資本主義 是說一個經濟體入面 商業上的成功與否 只取決於企業、商界人士和官員之間的關係 是否密切 這種偏袒可能表現於法律許可的分配 政府寶座或特殊的稅收優惠等方面 這些權貴資本主義被認為 經常出現在政治上任人為親 滲透到商業世界 存在利己關係的友誼和親情的商人和政府官員 影響到涉及經濟和社會的公眾利益 破壞公共服務型的經濟和政治理想 即是利益一邊倒 官商勾結 一般是指政府或個別官員殉私熟職 在制定或推行政策 向個別企業集團輸送利益 由於沒有實質的金錢交易 因此不能直接等同貪污 但政府便將公權偏幫某一些商人或財團 政治制度向利益集團傾斜 不惜犧牲民眾和人權的需要 為了照顧自己有 保障為內利益 企業集團亦可能透過各種方式 僱用有關官員來自己的財團做事 甚至形成延後利益輸送的走法律和做法 即是官員退休之後 過了冷海就去你打工 因為他以前幫過你 你又要回報他 現在加上中共作為特權黨 從各方面都擴張黨的影響 往往造成黨已凌駕國法現象 法治精神必然蕩然無存 正如吉拉斯所預見 新階級為了鞏固其統治 貝尼馬克斯和英格斯初衷 使之成為剝削無產階級的工具 並造成經濟上的低效及巨大浪費 那也是中共1978年起 致力推動改革開放的原因 現在中國升級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南海一些權兵者開始心紅 以為從此大地在我腳下走向國際時 只是懂得以我為主 絕無虛心學習別人國富民強的大道理 其實別人的大道理 就是在於成熟的公民社會那種軟實力 並非高伏高薪技術所凝聚的硬實力那裏 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九戈諾夫曾經說過 蘇共跨台的真正原因就是它的三壟斷制度 第一,共產黨員以為自己想的、說的都對 即是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 第二,共產黨員以為自己的權力是神聖之上 即是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 第三,以為自己又不能說卻可以儘管做的特權福祉 即是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 除以今天地球村年代,自媒體盛行獨立掌控資訊 以致生產、分享信息的大趨勢已不可黨 已經沒有一個新階級能夠以單一意識形態統治公眾的思維 加上在手機流行年代意識形態的多元化 亦都使到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漸摧色味 習近平看來,真是應該多些學習九家樂夫同志的痛苦總結 放棄壟斷吧,丟掉些特權吧 隔除權力的傲慢,果以三權分立模式 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管治文化 不要再依靠少數所謂革命先鋒黨精英了 要開放全民參政,在中華大地推行真普選 這個才是中華民族的終極福祉所係 可時,中共始終死抱著思想教育這條戰線不放 以為不斷官司就可以達成奴化目的 不如先去片看北京如何修訂高中思想教育課程 內地高中必修的思想政治課 向來都是當局公民教育的重中之重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三月就說過 要由學校開始培養一代又一代 擁護中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才 這科的政治和經濟教材 由今個學期開始就出現了不少變化 包括生走了民主政治的概念 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可以救中國 在內地的高中一向都有思想政治課 而今個學期開始 部分省市這一科就要用新版教科書 本書由內地教育部組織編寫 頭兩個必修科 政治和經濟、教材都有大幅度改動 第一個必修科 標題由政治生活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內容有甚麼不同了呢 舊版裏人民當家作主、公民的政治參與 和政府受人民監督等課題 加上佔了一半篇幅 教材又有提到通過民主選舉 才可以保證決策能反映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在新版這些有關民主政治的概念 通通不見了 課題由十個三減到四個 全部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強調只有社會主義 才能夠救中國和發展中國 由政治學者批評 新版教科書是為了培養新一代的小粉紅 把黨的一些文件把它變成公民教育 那麼以黨、以新時代政治的這些口號 這些非常階段性的 其實具有階段性政治鬥爭的任務 把它變成公民教育 所以它實際上是把現在的學生 當作候補黨員來進行教育 顯然是在為培養未來的小粉紅 和未來的一個民族主義狂惡的一種清廉 在做準備 他們基本上是缺乏對目前的中國政治體制的認識 除了政治貨、經濟貨內容也都有大幅修改 舊版一開始先介紹貨幣、價格、生產制度和稅收等 去到最後第四個單元才講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但在新版所有基本經濟概念都不會教 剩下基本經濟制度和體制和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兩個單元 強調國有經濟必須漸支配地位 有經濟學者說 不要用看經濟貨的眼光去審視思想政治貨中的經濟單元 完全是不可避免、改動是不可避免 新聞教科書會在今個學期開遷 在北京、天津、上海、遼寧、山東和海南六個省市率先試用 將會在2022年年底前推展到全國使用 有線電視記者黃寶瑩 廣州報導 據幾年前一份國際研究報告指出 2004年中國大陸課程改革後的思想政治課教材 可以更加有效地改變學生的意識形態 學生更加相信中國是民主國家 更加信任中國政府 研究結果顯示 連家衛自由甚至少有批判精神的北京大學學生 也受到影響無法免疫 現在高中必修的思想教育課程 刪走人民當家作主、民主選舉、公民政治 參與這類推崇公民介入政治和投身選舉的內容和關鍵字眼 是與中共黨國體制、以黨領政的統治術一脈相承 換句話說 即是想培育更多傾向維持現狀、不輕言 Rock the ball 政治取態好保守的順民 從修訂手法和取態來分析 中共希望將學生當未來黨員來培育 不教國際通行的公民觀念 亦不講求普世價值接軌 而展開細水長流式的思想控制工程 培養更多倚仗特權思想的小粉紅出來 本身是教師的河北獨立讚稿人朱欣欣說過 中共的政治課就是洗樓 就是一個形式主義的裝潢而矣 無論採取什麼形式 怎樣與時俱進來符合現在年輕人想法 都是對意識形態教育的包裝 一些內容充滿了毒素 不可能靠美麗包裝來贏得人民認同 就像昂縮花一樣外表再漂亮 亦掩蓋不了毒品和鴉片的本質 思想教育俗稱洗腦 或者叫思想控制 brain washing 或者 mind control 透過有系統的方法 有意圖地向別人灌輸思想 來符合操縱者的意願 洗腦這個詞其實是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 因為朝鮮戰爭即韓戰 有美國士兵被中國人民志願軍俘虜之後 接受中國共產黨思想改造 獲救之後就回到美國 表達他支持中共政府的話 於是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 就用brain wars來描述這件事 洗腦經常在政治、宗教、商業等活動上 和宣傳上大體方法都是相似的 都是讚揚、推廣某件事 不同之處在於 洗腦是有強制持續性和語外隔絕性、批判性的特點 而且一定是單向灌輸的 常見例如政治洗腦、媒體 當權者或者獨裁者 強制向人民灌輸單一思想 推崇某政治人物或者某執政集團 及指出在某些思想錯誤加以批判 在重複和密集灌輸下 受影響群眾往往不自覺地 相信某些說法或者信任某個政治組織 洗腦不外用、謊言多說幾次 就會成為真理的方式 製造宣傳效果和形成強制說服的效應 儘管推廣者本身 可能沒有非法惡意的出發點 而那些惡質的思想灌輸 都是用洗腦的貶稱來形容 思想改造是能夠導致群眾 逐步形成跟從團體不去質疑 是為某些思想護航的一致行為 在大陸的學校是有政治思想課程教學的 教學生歸順中共意識形態 而在少數民族地區例如新疆西藏 則有職業培訓名義的集體生活場所 北京在新疆西部起了一個龐大的拘留營網絡 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 在這些拘留營中要求放棄本身的文化和宗教 要接受政治灌輸 中共自己就不會用政治灌輸這個字 就會多數用思想改造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美國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利夫頓 就將中國式的思想控制 即是對絕對真理的教條信約 以及對不可救弱者的強制修理 就稱之為意識形態極權主義 他說中國的意識形態極權主義 並非一個連續過程 而是一個週期現象 隨著時間推移 這種壓制的窄色特徵 就會滋生怨恨和反抗 而這個現象反過來 又引起更壓制性的控制方法 但那些人總是要活在受監獄的氛圍裡面 正如我前面說過 南共各位看穿共產黨人思想陰暗影的吉拉斯 五十年代中在他本《新階級》一針見血話 由共產黨人退變成的新階級 總是抬出他的理想主義的目的 來替非理想主義的手段做辯護 而有史以來 還沒有一個理想的目的 是用非理想的手段達成 正如歷史上沒有一個自由社會 是由奴隸造成的一樣 最能表現目的的實質和偉大者 莫過於容易達到目的的手段 因此所有共產黨人都面臨著周期性的道德危機 美國《紐約時報》去年8月報道 以10世紀80年代開始 鄧小平經濟改革議程 幫助中國社會回歸到一個更平衡更務實狀態 至少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是這樣 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現在又好像再次加強鎮壓 目標包括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律師、基督徒 勞工、維權人士、甚至無派的學生 然而意識形態極權主義似乎又包含自我毀滅的種子 他的成本很高顱 鼓勵地方黨政官員濫用權力 這些官員因為維穩得到回報 權力不斷被濫用、法治無存 特權還行社會就充滿不信任 隨著時間推移 意識形態極權主義帶來 讓國家的合法性受侵蝕的威脅 中國學者于建榮就說 一旦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和認同感降低甚至喪失 這樣必將引發民眾的恐慌和社會秩序的全面混亂 而這些正是政權最根本的不安全感 對叛亂的恐懼以及對最終中國解體的恐懼 在推動著它越來越深入地滲入到公民社會私人生活方面 即是說中共是影響人民去到它的睡房 只會與人民更加格格不入 對新疆維吾爾族的鎮壓 都不過是中共惡毒地 亦不可持續地追求全面控制的極端表現意義 來到這裡也希望大家明白 在今天資訊多元化 人人是自媒體時代 凡事善用獨立思考 得多求證 經常運用批判思維 不要偏信要堅聽 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別人給你什麼都相信 你就沒有那麼容易給別人 不知不覺地洗掉你的腦 世情險惑 要大眼熄人 更加不要忘記 還要用腦做人 何良華說到這裡就夠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週再會 下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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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末